33岁的王秀莹是一名自由工作者 因为工作的关系 过去她经常得搭德士 但是现在她比较喜欢选用共乘汽车服务 出门前她会用手机应用程序 看看哪一家私家车的目的地和她一样 然后照对方来接她 再讲好一个话题 这个价钱 车主就送她到目的地 我觉得在新加坡这么拥挤的城市 因为有太多的车辆 我觉得carpooling是一个很好的服务 可以允许你自己跟别人分享 去同样的地方 而且可以省时间省钱 你还可以book你的advance appointment 近年来 手机应用程序的普及化 加速了共乘汽车服务的发展 Rite是本地出现的第一个 配对车主和乘客的应用程序 用户只需要提供一年一次性的行政费 就能够使用这个应用程序 首先我们不是一个德式的公司 我们是一个社交的平台 通过我们这个平台 扩大你们生活和社交的圈子 在我们的平台上有很多不同层次的车主 比如他们也不是职业实际 有的是当工程师 会计师 老师等等 对私家车司机陈一航来说 这能够分担他养车的一点费用 我每天都驾着我的车去到Drone上班 离我的家是蛮远的啦 然后通常都是我一个人 就是空了四个车位 倒不如利用这四个车位 看能不能载一些 也刚好要去Drone那一代的朋友 第一 我能装一些车子 抵消我的开销 车油也好 维修也好 第二 他们也能舒舒服服地 抵到他们的目的地 所以何乐不为呢 最近 私人造车服务公司 从中找到商机 先是Grab在去年11月 推出了Grab Hitch共乘汽车服务 Uber也不落人后 他们在上个星期五 也推出了名为Uberpool的 共乘汽车服务 一辆车与其一个人用 变成多个人一起使用 是善用资源的做法 这种共享经济的模式 在凡是要快又要省钱 赚钱的社会 让商家看到新的商机 也让竞争变得更加激烈 我觉得每一个经济体系 或者每一个商业 行业 都有可能到饱和点 可是在我们的这个共享经济 因为大部分都是企业家或者创业家 他们通常都很快速的想新的点子 想新的一些方法 怎么让闲置的一些资源 能够更快更好的配对于需求 所以在我看的这个方面 Uber Grab都很快速的推出很多新的产品 比如说Grab Pitch 比如说Uberpool都很快速的把 供应需求这个平衡点提高到下一个层次 因为现在每个人人手一手机 然后每个都会说用网上服务等等 所以他们变成说在需求方面就十分的敏感 就是说你在某一个程度上不能够达到 时间上不能够配合的嘛 他们就会去向另外一个提供者 你就会失去那个供应的机会 Uber总经理曾怀燕就指出 他们就是希望在科技研发上领先 我们Uberpool的科技 可让一个司机同时在两三个人 不需要私信约 也不需要也没有其他的限制 其他的产品还是有这些私信约 跟一天可以坐几趟公车的限制 Uberpool没有 但乘客对供乘汽车的看法并不一致 如果认识的人确可以OK的 可是不认识不懂是 这方式好一不好了 如果是跟认识的我会OK的 因为第一可能可以省钱吧 然后觉得可能对环境也比较好 就减少一些在路上行驶的车辆 那你自己有没有去尝试 命没有 因为我家里有车嘛 很多新加坡人他们还是要有那个用车梦 对吗 所以在这方面可能要更长的时间来适应说 不要把这个拥有汽车当成是一种 怎么讲梦想 而把汽车当成是一种需要的交通工具 当每个人都把汽车当成是需要的交通工具的话 那时候就不可能一定要拥有自己的汽车 或者是一定要只有自己的人才可以坐自己的车等等 等而能够更加好的利用这个共同成策的这个方式来生活下去 这两年通过很多新进的这些共享经济的这些公司都慢慢的改变很多新加坡人的一些生活 从平时站在路旁等的是改到现在连我的妈妈也用软件来搭一个德式 所以我觉得这个接受度还在慢慢的加强 所以我看发展是很有潜力的 要快又要省 看来共乘汽车会成为更多无车族的选择了 前线追踪欢迎您针对任何课题发表意见和看法 以及提供节目素材和线索 让我们为您追踪报道 您也可以到八频道新闻及时事节目的网站 重温节目和观看你家视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